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钻 第一百三十节 药师兄 这个西童 你将如何处理 他身处灵武 游子桀骜不逊 不如杀之 以绝后患 老夫很想看看云叶的本事 我已经告诉他 他的敌手就是田香子 看他如何应对 那假如出了岔子 他一定会迁怒于药师兄啊 这招祸水冬眼 我看未必有效果 他感觉到不妥了 但是这小子就是一个看家狗 只要牵扯到他家人 他一定会暴跳如雷 杀光对手 不足为奇 云叶这时候正和西童交谈 西童的两只胳膊 一个从脑后 一个从背后交叉背过 形成了苏擒背剑的姿态 两只拇指呢 依然被牛皮锁捆得结结实实 这样的姿势很难受 西童却满不在乎的 保持了足有四个时辰 西童 你们的首领叫田香子 很奇怪 这个人死了足有上千年了 为什么你们新的首领依然叫田香子呢 云叶把手上的水壶塞进西童的嘴里 给他喂水 在西童喘息 平定之后呢 开始发问 呦 我西童也是一条汉子 你就不要想着从我这里知道隐门的详情 你也算是智者 不要让我说谎话 骗你 这样吧 我们呢 做个交易 你问我一个问题 我老老实实的回答你 然后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也同样老老实实的回答我 如何 这是云叶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法子 他在赌西童对成仙的热情到底有多高 西童低下头 考虑一会儿 然后抬起头对云叶说 好吧 我西童发誓 若有一句假话 五雷轰顶而死 说完就瞪大着眼睛 看着云叶 生怕云叶反悔 我云叶发誓 一定完整准确的回答西童的提问 若有一句虚言 五雷轰顶而死 剑发完试 西童明显的松了一口气 他不在乎泄露出去多少隐门的秘密 只在乎得到多少关于白玉经的资料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问了 你们隐门在我家中可有暗叹存在啊 这是云叶最担心的事 没有 绝对没有 书院里有 你家里没有 现在 该我问了 你是如何知道白熊和剧精的 西童生怕云叶反悔 特意多告诉云叶一句 这书院里啊 有奸细 全是家师教的 他老人家 曾经去过那片极北之地 云叶看看帐外 满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的 才放下心 没有雷云 你多告诉了我一句 我也就多告诉你一句 极北之地 半年黑夜 半年白日 每年的三月到八月 是去那里最好的时节 我又要问了 你为什么对成仙得到如此的痴迷 明知道那条路危险重重 也不放弃呢 听到云叶问这件事 西童明显的放松了 他说 自天乡子祖师与仙缘 而弃墨家之后 我隐门世世代代 就以得道成仙为目标 谁知道仙道艰难 为祖师有这个福分跨入天界 其余历代天乡子都抱恨而亡 好不容易到了这一代 从你的口中知晓了白玉京 怎会放过 要知道 第一代祖师升天之时 只留下一方玉石 上面的文字就是白玉京 更何况 夜陀前去求证你的来历 特意去了你说的西王母的天池 遭遇到了天阀 雪崩 地火 怪兽奇出 他费尽心力 逃得性命 却不想 见你之后 不到四十天 就暴毙而亡 这不是天阀 是什么 说起这些 西童的脸都在放光 精神上的慰疾 让他忘记了肉体上的痛苦 你家祖师遇到仙缘 不会是一对女仙在云中漫步 恰好遇到你家祖师 就说他和神仙有缘 而且那些神女 个个长得非常美丽 环佩叮当 云夜突然想起 中堂名将 郭子怡不就是号称有仙缘吗 还描述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云夜把这段话呢 给背诵了出来 嘲笑一下西童 云夜把这段胡话背诵出来 想嘲笑一下西童 谁知道古人根本就没有领会笑话与实话的那根神经 西童眼睛都快睁得裂开了 大嘴一张一合的说不出话来 不是吧 你家祖师也遇到了 还是这群美女 云夜不想再忽悠西童 因为他已经非常的可怜了 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奔波了一生 现在呢 还要往成仙这个大泥沼里钻 而且呢 拽都拽不回来 随随便便的一个典故拿出来 又和人家祖师遇到的情形一个样子 云夜很想抽自己的嘴巴子 一百年后的郭子怡难道也和隐门有关系 要不然不会这么准确的描述出他见到的场景啊 这里面的故事就不是云夜可以控制的了 把有些崩溃的系统给解开 他依然保持着苏勤卑贱的造型 眼珠子随着云夜的身体移动不停的转着 如果云夜现在想要知道隐门的故事 他一定会竹筒倒豆子一般的交代出来 吃人很危险 但是不可怕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的一批人 为了理想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啊 他们的脑子里只有自认为崇高的理想 没有得失 没有自我 在不懈的自我催眠之下 那条连接着天堂的金光大道 似乎唾手可得 站起来够不着 只差一尺 跳起来够不着 只差一尺 脚下垫了砖 再跳起来 依然够不着 还是只差一尺 他们永远在寻找能够让他们增高的东西 听说丹药有用 他们就服用丹药 听说炼气有用 他们就炼气 听说白玉京是登天的捷径 所以呢 他们就要找白玉京 西同和其聪慧的一个人呢 在幻境的迷惑下 早就失去了自我 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 云野觉得 现在从西同嘴里知道任何消息都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伤害 在他崇敬 羡慕的眼神中 云野甚至看到了一丝悲哀 他在自哀自怜 大概想不明白 像他这样虔诚的求仙者为何无缘得见那些仙人 为何云野总能轻易的得到 而他还满不在乎 弃之如碧驴 放西同离开 他毕竟没有伤害到自己 云野也不想和田香子彻底闹翻 李静想看笑话 由得他去 凭什么要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呢 到目前为止 他们对待我还是很和善的 没有看出他们有什么恶意 这是一群可怜的人 在希望即将破灭的时候 找到了新的目标 只需要稍微把他们前进的方向改变一下 难道说就不能造福大唐了 哥伦布的初衷不也是寻找遍地式黄金的中国吗 想必他们很有兴趣参观金字塔 巨石镇空中花园之类的人间奇迹吧 还有那些瑰丽的人间仙境 说不定啊 真的会让他们成为神仙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找来了一壶酒 一只羊腿塞给西童 看他有些茫然的就对他说 我不问你们的事 我需要干我的事 没有时间和你们纠缠 你们追求仙人之路 我追求人间的功业 你们希望有一天能够登上天门 我只希望自己可以轻史留名 下回有什么事情要问 直接来找我 不要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让我心烦 也让你们麻烦 现在我来告诉你 在极北之地需要注意的事情 你们呢 首先要做准备 准备工作非常的重要 从药品到食物 再到武器 再到穿着 每天需要定制详细的计划 还要做好遇到突发事情的预案 这些东西非常的繁杂 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云猴为何这样做 这些宝贵的东西 你就这样拱手相送 西同听到云叶的话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论谁知道了这些人世间的秘密 都会埋在心底 传诸于子孙 这样当成破烂的抛出来 难怪西同有些疑问 我答应过师父 不去求什么长生 你们都是贱皮子 你当成宝贝的东西 但我看来一文不值 再说了 你还拿着我的家人来威胁 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我会为一堆破烂搭上我的家人 长生 长生 在我看来啊 拿他换我家小妹的一根头发 我都觉得亏得好 就你们这些想当石头的家伙 才把他看成宝贝 既然你们一心想当石头 那就去当吧 全成石头了 我不就一身轻松 我明天就要离开草原了 想请田香子一聚 有些话呢 说清楚些比较好 我知道你们神通广大 时间就定在我回长安的路上吧 这地点呢 你们选 只是不要搞什么人命迎客之类的怪风俗 平平常常的 有杯茶就好 西同彻底的迷糊了 从云叶的话里听不出有什么阴谋 想说什么 张张嘴又无言以对 直到被云叶连推带丧的赶出军营 看着黑乎乎的草原 听着远处凄凉的狼嚎 他才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紧一紧腰带 提起脚盘被云叶扔出来的长刀 看看头上的星斗的位置 慢慢走进了无边的黑暗 站在阴影里的李静叹了一口气 转回了帅账 心头的阴影一去 云叶顿时觉得这全身轻松啊 哼着甜蜜蜜的小调 回到自己的账房 今晚绝对要把那日木赶走 昨晚都没睡好 一个有和别人抢被子习惯的女人 还是赶出去比较好 宽大的床 一个人睡 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还好那日木不在 听换娘说 这是草原上的习惯 女子和男人初婚过后 要回自己的帐篷里呢 睡两天 多么人性化的习惯呢 要继续保持 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 云叶几乎舒服的 深吟出来 成大字形的摊在床上 怎么舒服怎么来 这样的舒适状态 还没有保持一炷香的时间 就被人打破了 成楚墨胳膊底下 夹着一床毯子 来到了云叶的帐篷 一进来呀 就把毯子扔床上了 三两下脱掉靴子 一股咸鱼的味道 顿时就弥漫在整个帐篷里 屏住呼吸 云叶指着木盆 怒视成楚墨 这成楚墨嘴里啊 嘟嘟囊囊的 万般不情愿的去洗脚 那双鞋子被患娘 捂着鼻子拎了出去 大冷天的 掀开帘子通了半天的风 才驱走了脚丫子的味道 爷子 我不想回去 我想待在草原上 你回去 跟我娘说一声 成楚墨躺在云叶身边 小声的说 做梦 你以为 我把你从李济手里要出来 那么容易啊 那些叔伯里边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李济 你在他手底下干活 太危险 这人呢 有一个恶习 就是喜欢拿自己亲近的晚辈来立军威 我不想你被他拿去做人样子 老老实实的和我回长安 再说了 你马上就要成亲了 回去好好准备婚事呢 才是正经啊 这话呢 已经和成楚墨说了不下十遍了 该捞的功绩已经捞完了 该打的仗已经打完了 留在草原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图号青春而已啊 这混蛋他就是听不进去 说什么都不肯回长安 我回去又要受家里的拐束 你也知道我的性子 我娘管的又严 想出门呢 都是奢望啊 与其那样 那不如自由自在的留在草原上打仗呢 成楚墨又开始反驳云叶的论调 闭嘴 你想的美 还想待在家里 你一回去就得到书院报到 这一年你又什么都没学着 这次啊 你要好好的把落下的功课给补齐了 别弄的连你弟弟都比不过 那就丢人了 你早说呀 原来回去要我上书院上课呀 这下好了 到了你的地头 那哥哥就放心了 明儿就回长安 草原这鬼地上 老子早就呆腻味了 连一口顺嘴的吃食都没有 好想吃你做的红烧肉啊 云叶气得差点跳起来 在成楚墨的屁股上连踹了几脚 对他说 我昨晚就没睡好 你还唧唧歪歪的 还让不让我睡了 明天呢 还有赶路呢 快点睡觉 对云叶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成楚墨早就司空见惯了 舔着脸问 哎 昨晚那个野姑娘伺候的可还如意呀 对这个猥琐的男人云叶没有一点办法 只有呢 把自己包在毯子里 假装睡觉 一晚上连个梦都没做一个 直到患娘进来准备伺候两人梳洗 见两个少年依旧睡的不省人事 只好拿湿布金子在两人的脸上擦几下 才把哥俩给欢醒 天还是黑的 帐篷外面却已经是人声鼎沸 和少在大声的吩咐普兵们把货物一一绑好 不要一留一件 那都是钱呢 那日牧早早的站在帐篷口 没心没肺的冲云叶傻笑 这姑娘 不知道她的爱人今天就要远走他乡了 那日牧不顾周边的无数双眼睛盯着 扑上来紧紧拥抱一下云叶 说了一长串 他听不懂的突厥话 然后呢 就拿起了鞭子去放他心爱的羊群 换娘对云叶说了 那日牧 祝你一路平安 说他会在草原上等你回来 他会给你养多多的牛羊 然后把这些分给你们的孩子 你们将来会有很多的孩子 所以呢 他需要努力的放羊就不送你了 云叶愣了一会儿 就吩咐护卫把自己的马牵过来 交给换娘 对他说 你在草原上好好保重 如果想回家了 就告诉我 我会派人来接你 你把这匹马交给那日牧 告诉他 如果他见到好男人 千万不要犹豫 想嫁就嫁 不用为我担心 换娘流着眼泪 冲云叶挥挥手 就骑着马去追 已经走远的那日牧 那个傻姑娘 现在一定在哭泣 成楚墨换上铠甲 就站在云叶身边 伸长脖子 看换娘的背影 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拍拍云叶的肩膀 就自顾离去 云叶看到了正在抢马车的唐箭 也看到了拖着一大包东西 往马车上扔的许静踪 公书甲在调试他的弩箭 孙思淼背着药箱 身后一群人抬着大大小小的箱子 在分门别类的往马车上装 每装一箱 孙思淼就在箱子上写下标签 免得回到书院以后啊 给弄乱了 出来半年有余了 是该回去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未经许可,不得可,不得可,不得可 先不得可 要变成